製作人員 複雜 甲晴 爭奪地 甲晴 爭奪地 甲晴 爭奪地 事實上我們消息於這個部分 我們從民國80幾年 九十年開始一直在申請 在原來郊西有我們的公路車站預訂 他已經是本來就是都市計劃那個公路車站預訂 這一個車站 結果他不走這裡 硬要走哪裡 硬要走我們賣子園 然後普通的賣子園 那個賣子園 如果我們各位媒體有去看過 都會知道 賣子園是一片後地 一片特定的農業區 那麼一個正大的交通建設 這個捷運站預線 我想大家都知道 捷運重點是在出運通行的人 他在載客的 那麼你在載客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知道連公路車都知道 要載有人要設站 那麼這麼重大的建設 竟然設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那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 榮浦里要組成一個捷運機場 為什麼組成一個捷運機場 榮浦里還要設一個 這麼密集的地方 還要設一個機場 這區域不到幾公里 這機場是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學區 像是有一個規劃的 很老一個生態區 還要徵收民進的土地 徵收周邊的土地 現在是邊做 邊開花 邊設計 邊徵收 這樣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在這邊 裡面很不公平 因為我們榮浦里賣檢 全部一次都反對七段徵收 反對這個捷運 看重南會獨立找藉口 發國賣子園都市計畫 不亂徵收服務財團 服務草地皮的人 我們榮浦里已經被徵收四次了 之前因為徵收 有人喝農藥吃殺了 這是前一次徵收了 請西北市政府 別讓我們榮浦居民國在恐懼當中 再來我會補充的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我們榮浦里 近南兩公里設三個站 那個就是 大家知道 土城到永林市五公里設三個站 他們仁容多才五公里設三個站 難道我們榮浦里是 西門町還是新意計畫區嗎 麥粉園其實又自己台灣 就是很荒謬的體力開發事務 就一個案例 為什麼 明明就在幾百公司以外 主寺廟這個觀光景點 這個大道上有很多的地方 你不設捷運 你要設在一個荒煙漫草的農業區 而且還是特定農業區 大家知道特定農業區是什麼意思嗎 特定農業區就是非常好的農業用地 在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特定農業區除了重大建築是不得開發的 是不得開發的 不得徵收的 結果今天 新北市除外了 他的財務需求 為了他該決定不用出錢 所以就用區段徵收的方法 變更地募 農地變賺地 變三個用地 就有錢了 就賺了 大家覺得這樣回禮嗎 回禮 這個完全就是炒作地皮 這個是全台 每一個國家機關都超級愛用的方式 但是超級荒謬 因為他就是沒有任何的道理 為什麼要最後這塊地 因為政府缺錢 政府可以因為缺錢 就把人民的成長拿走吧 不行 麥子園的計畫 目前是暫緩 前面把它暫緩下來 各位的意見 市政府都會用最大的誠意 跟各位溝通 在沒有故事之前 這個案子不會繼續往下推動 我想這個部隊應該很清楚 目前都是暫緩的 謝謝 議員跟麥子園相親在這邊報告下 事實上現在整個 三陰縣耳鼻林圖的位置 是做過在既有的榮谷路上面 所以來講 跟麥子園的都市計畫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沒有去增加大麥子園的問題 我講的是你們的財務計畫 裡面寫著說開發麥子園 要取得4.8億 我說你這4.8億 不要就算沒有這4.8億 捷運也會繼續做 你要繼續承受 不然好像我們來反對捷運也一樣 謝謝 是 對 真的是 現在都沒有去開發麥子園 是我們捷運也會繼續做的 所以不會因為在此沒有開發 而捷運受到影響 我們那個專門委員 有講得很清楚啦 謝謝